大型怪手出動 緩緩的越過湯級吸水 邀到對岸救人 因為住在台風夜 彰化嘴水吸水量變大 第四河川局委外的工人 去查看第十五觀測台外 西州路段水情變化 在凌晨四點多的時候 開小的怪手去查看 沒想到水位暴漲 兩名工人受困沙舟 彰化消防局出動13車 22人指揮兩船艇前往救援 後來是用這台大型的怪手 到對岸去協助受困工人 在清晨七點多的時候 協助他們脫困 兩名工人沒有受傷 另外在福星番花路也發生 番花高幹74號高壓導線斷落 碰觸桿上的鐵配件 造成變壓器斷落地面 台電人員也緊急的派人搶修 統計截至7月25號的早上6點 曾經停電的戶數有21363戶 目前停電中的還有902戶 也正在搶修當中 另外在彰化市陽明街 也發生露宿倒塌 提醒民眾颱風天真的盡量不要出門 贊助他 因為 藍獄